終於到了我一直想來的喉童了 這是我第一次來喉童 那出車站就看到大廳 那貓橋就是我要去的這個主要的地方嘛 你看去貓村要經過這個木質的隧道 那第一隻賓士貓就來迎接大家了 好多地方可以去喔 從外觀來看貓橋長這樣子 最前面是貓頭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整個這火車站的軌道很多 那喉童本來是一個礦區 你看這個運煤的橋 那這邊是這個煤礦整理的工廠 所以它本來是一個煤礦園區 那現在變貓村了 走我們來去貓村囉 好可愛的公仔 啊你看光復禮 那這邊有小花來迎接我們 還有乾媽 然後你看還有黑白沛 抱抱 賓士貓又出現了 他真的是蠻高貴的 再來這個差一點 阿寶 那這個我去的時候還蠻多國際觀光客的耶 吸恩恩的介紹 好多韓國朋友跟日本朋友來這裡玩貓逗貓耶 他們都說歡迎光臨 每隻貓都還蠻乖的 有些是住在店家裡面 可以進去參觀就可以同時認識這些貓 另外我覺得阿花園離不開貓 貓離不開花園 欸猴頭蠻漂亮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喵喵愛花園 你看這些商家他們的門口都有一些園藝布置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特色 那不只一個街區 你看這一邊 而且我發現還蠻多香草 用最多就放香萬獸局了 那咖啡賞景 豆貓都很棒 其實連民宅也一樣都有綠美畫 我們走進去看 這一戶我覺得好漂亮喔 你看庭院深深的 那整個那個植物 喔 茂盛好茂盛好舒服喔 人跟貓都愛花園耶 河童是以前的礦區 現在的貓村 但是其他的自然資源也很棒 在這棵樹下乘梁好舒服喔 我就看到河邊那個小瀑布好吸引我 你看那個很深很青澀的水 然後藍天綠地 還有這個拱橋 好舒服喔 那這個大自然 你會覺得心礦神怡 貓村在鐵軌的一邊 那這個是在另外一邊 所以你從火車站出來啊 走三分鐘就能夠到這邊 讓你清淨水域 那你可以聽那個流水聲啊 他的頻率會讓我們的心情 跟著放鬆下來 緩和下來 欸有沒有看到 一隻葉鹿正在等待他的獵物 所以說 來這喉童啊 除了有貓咪 有礦業文化 還有美妙的大自然 這喉童火車站出來 這礦工麵有三個主要的材料 那其實他就是石井麵 有乾的也有湯的 那我是選湯的 準備開動了 好驚訝喔 他的湯頭怎麼這麼好喝 我覺得湯讓我太驚訝了 他的麵是陽春麵 但是我覺得有點像薏麵一樣QQ的耶 還不錯吃 湯太好了 所以秘訣在哪裡 我一定要去問老闆 那老闆告訴我答案 欸 原來他是用整隻雞的雞骨頭 去熬湯 很像那鹽味拉麵的高湯 我就覺得不夠 這種 稍微